先看一下高压冷水 打客人 打客人 关枪 这是70公斤的高压冷水 好 我们看微水 好 这是雾化的微水 微水呢 用来打湿打水辣 或者说包月的时候 每个月 比如这200块钱 天天保洁会用到 可以调柱状和散状 调这散状 好 这是不加热的雾化的微水 好 第八版呢 除了蒸汽和高压冷水可以切换之外 蒸汽的压力可以切换 这台机的持续放弃12公斤的 也可以调整为持续放弃20公斤的 那么压力越大 气量越大 它的能耗就会越高 好 加水方式的两种 一种是手动加水 水浆40升 一种自动加水 外接自来水管 好 我们看一下 持续放弃12公斤的压力效果 开 按下蒸汽按钮 面板上我们发现只有三个按钮 蒸汽 微水和高压冷水 就是防冻 那防冻呢 主要是冬天用的水箱水放空 按下防冻强制排空 防止管道内部存水结冰 我们看到启动非常快 刚才管道里边全部充满了冷水 好 正常情况下 冷机启动只需要10秒 那么持续放弃12公斤呢 它这个火阀呢 实际上是半开的 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到背后 我们看到 看到 球阀 我们看到那个球阀半开 这样比较少煤气 一罐15公斤的煤气罐呢 连续加着可以加着 20个小时 好 关枪 发现持续放弃10秒钟 持续放弃 不 冷机启动只需要10秒 好 我们打开翻墙 好 关闭啊 那么闯闻公司这种燃气移动蒸汽洗车机呢 第八版共有ABCD四种 这是A款手推车的 适合某一个固定厅厅或小区推着走 B款呢 是跟面包车配到 是个矮胖子 那么C款呢 是跟两车车配到 第一款呢 是最新出来的 是个细长条 放在三轮车内部呢 是节省三轮车内部空间 这款机子持续放弃12公斤 我们看到 现在过压 那么喷枪关闭之后 是不加热 不打水的 好 开枪 好 我们连续开枪 我们看一下干树 好 关枪 这干树是可以调节的 麻烦你调 调湿 我们干树是先放在中间 只需要动上面这个旋钮 OK 干树都放在中间 盆树一直开着 这是12公斤的效果 来,我来 靠近 好,我们看到 噴枪的 这个干湿度 你看那个干湿度 这是干湿度放在中间的 一般车身表面呢 越脏 湿度调的相应来说越大 好,我们感觉一下 这个湿度是干湿度放在中间的 OK 并且注意 这个鸡子喷枪头上有一层香蕉 防止进去碰到车漆 好,我们现在可以再将干湿度调大 OK 干湿度调的最大 我们看一下效果 这不是蒸汽不稳定 而只是蒸汽的含水量变大 我们看这里 所以,有人说洗个车就能用多少水 那你就看你的干湿度是怎么调节的 比车身的一些情况 我们看这个水水量非常大 这就是湿度最大情况下的洗车 当然洗过车之后第二个人 第二个人拿大块干毛巾 大块干毛巾铺开 我们看到快速的推一遍 OK 就这样 快速的推一遍 所以速度是最快的 你看这个 这是湿度最大的 好,我现在调到最干 好,现在再调到最干 它变化总维绕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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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这是刮刮伤 我们使一看一看 从最湿到最干的一个方法 你吃了的话特别注意像这些地方 非常明显现在已经变成最干的